高考结束后 甄千金保送清华 我被养母在医院拔掉了氧气管 她说 她女儿夺走了我的气韵 我越努力她女儿就越优秀 而我则越倒霉 所以 上辈子我跳舞弹琴练到全身上碰 甄千金在国外吃喝玩乐 却成了舞蹈大家 我没日没夜地刷习题 累到脑溢血 甄千金却年年第一 成了天之娇女 他们家之所以养着我 只是把我当成她女儿的替身 代替她女儿努力学习的冤大头 于是 重来一世 我决定闲于躺平 立志让甄千金的脑子里塞满垃圾 前排提醒 本文为平行世界所创作的重生复仇文 与现实世界有些许不同 宝贞的点赞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跟顾世晴互换身份之后 我决定收拾行李搬出顾家 我叫顾南希 虚假的顾家千金 被养母抱回来 当成亲生女儿养了18年 18岁生日那天 养母告诉我 我不是她的亲生女儿 她的亲生女儿叫顾世晴 目前在国外治病 现在顾世晴要回来了 也是时候让大家知道我们的身世真相了 于是我这个顾家千金 瞬间变成了纠占雀巢的麻雀 而顾世晴刚回来 就被大家捧成了品学兼优的白富美女神 因为身世调换的事 所有人都觉得是我占了便宜 我窥欠顾世晴 导致顾世晴流落在外 受尽苦楚 我变成了大家眼中的罪人 而顾世晴 则获取了所有人的联系和同情 得知我要走 顾世晴死死的抓住我的行李 妹妹 我舍不得你你留下来吧 剑拦不住我 她还眼泪哗哗的看向养母招 养母沐云清了清嗓子 语重心长的说 南希啊 你虽然不是我们家的亲生女儿 但一直在我们家长大 我跟时晴都是把你当成亲人看待的 现在马上就要高考了 这是你们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还是先好好学习 等高考结束以后 再商量搬出去的是吧 说着 她还笑眯眯的让人搬来一大堆电系题 用温柔去近乎命令的语气说 乖 在晚上睡觉之前 把这些习题做完 做不完的话就不准吃饭 也不准睡觉哦 我看着这对母女的嘴脸 在心里滴滴的喝了一声 你以为她们是在关心挽留我 并不 她们这样做只是为了自己 顾时晴夺走了我的气韵 不管我再怎么努力 都只会成为她的垫脚石而已 我从小在顾家长大 沐云逼着我上学 逼着我练习各种钢琴芭蕾舞 做不好就要对我又打又骂 大家都以为她是为了我好 说沐云是个严厉负责的好母亲 是我这个不学无数的女儿 对不起她 所以才辜负沐云的精心培养 永远是笨手笨脚 什么都学不好 实际上 我所学到的东西 都印在了顾时晴的身上 所以 即便这些年来 她在国外治病 到处吃喝玩乐 依然是优秀耀眼的女神 而我 上辈子努力学习 跳舞弹琴念到全身伤痛 依旧是衬托她高光的笨拙除小牙 后来 我没日没夜地刷洗皮 累到脑溢血 躺在医院病床上 连高考都没能参加 顾时晴却美美地被保送名牌 收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她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当天晚上 养母就一脸温柔地笑着 拔掉了我的氧气管 她说 她的女儿攻城灵旧了 而我变成了没用的废物 是时候该消失了 上一世濒临死亡的恐惧 还萦绕在我的脑海中 这一世 我绝对不会再让自己重蹈覆辙 养母夺下我的行李 还让保姆压着我回房间做洗题 顾时晴看了看那堆洗题 明明已经累得很高了 她却不乐意地嘟着嘴 建议说 妈 高考马上就要开始了 给妹妹的练习题是不是应该加倍了 她还不得好心地看了我眼说 妹妹的成绩这么差 我怕她在偷懒 会落榜呢 我再度在心里冷笑起来 我偷懒 以前每天晚上 我都要被养母逼着学习到凌晨两点 早上天不亮 又要被保姆叫起来被单词 而故时晴呢 开开心心吃饭睡觉打游戏 要不就是化妆对着镜头凹造型 要不是我的努力供养着她 她这学霸白富美的人设能吵起来吗 养母看了看那堆习题 也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那就 再加一套英语诗卷吧 我直接装作眼前一黑 昏倒在地上 这可把养母跟故事情吓坏了 我装作虚弱地说 妈我好累 想休息 养母却咄咄逼人 还恨铁不成钢地往我脑门上戳了一下 你有什么脸要休息 不知道要高考了吗 大家都在努力 就你偷懒 你这样做 对得起我多年的苦心培养吗 上辈子 我就是念着她的苦心培养 所以才把自己累到脑溢血 而我的好妈妈呢 拔掉了我的氧气管 看着我世袭挣扎的模样 笑着说我是提身 说我是没用的废物囊 我大喘了一口气 为了让他们相信我是真的难受 还故意捂着脑袋 做出坏藤炸了的模样说 可我真的熬不住了 再这样下去的话我肯定会死的 我努力伸出手 把那堆习题拿给故事情说 反正我成绩不好 再怎么努力也没用了 不如就让姐姐努力吧 姐姐这么优秀 她才是被大家寄予厚望的天才 看到那堆习题 故事情的脸色一白 她仿佛碰到烫手山芋似的 当即甩开了 我故意装作不解的问她 姐姐你不准备高考吗 故事情心虚的解释说 这些习题我都做过了 不然你以为我的成绩怎么来的 呵 装的就跟真的是的 故事情在学校里 压根就不学习 老师在讲台上讲课 她在底下不是玩手机 就是看小说 被老师抓住了 她这大言不惭的说自己全都毁了 然后被老师提问 她又能仗着我在听课 在同学和老师面前各种装逼 搞得大家都以为 她是可以无视自通的学生 她的书 比谁的都要干净 一个笔记都有 她怕熬夜对皮肤不好 更加不可能挑灯苦毒做练习题了 养母看着我们之间的氛围 最终叹口气不太甘心地说 那这样吧 你休息一天 明天再做吧 说完 她又威严地瞪了我一眼 命令说 记住 只有一天 你别想偷懒 晚上 我躺在床上休息 久违地感觉到了轻松 没有那些繁重如山的练习题 压在我身上 我今晚终于能睡个好觉 我能感觉到 以前做过的习题 学到的知识 正在一点点的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我眼神一亮 爬了起来 冲到书桌边翻看课本 以前那些在我看来 灰色难懂的知识点 我居然能看懂了 以前那些 我连方程式都不会列举的题目 我居然觉得非常简单 想起自己前世的遭遇 我在心中冷喝一声 看来 只要我闲雨躺平 那对母女就买我没办法 不仅如此 那些被顾世情偷走的气云和知识 还会回流到我这里 那我还努力什么 与其累死累活给别人做假衣裳 剩下来的时间 我直接躺平不好吗 我看了眼挂在墙上的日历 距离高考还有一个月时间 一个月足以改变很多事情 第二天是个周末 因为距离高考已经很接近了 学校采取放松政策 让学生呢好好休息 调整心态 可杨母和顾世情依旧不打算放过我 他们很早就把我拖起来 并且让人搬来了比昨天更多的习题 你昨天偷懒了 今天就得加倍 现在是高考最后的冲刺阶段 一定要把握住机会 在我跟实情回来之前 一定要把这些习题做完 不然的话 她又露出那副温柔 但看起来是人的笑容说 你知道我会怎么惩罚你哦 杨母所说的惩罚有很多种 都是我从小到大经历过的 五岁那年 她送我去学芭蕾舞 我觉得双腿被压得很痛 于是向她求情不想学累 杨母就让我在太阳底下罚站 大夏天的 外面四十多度的天气 我晒得摇摇欲坠 直接中暑昏倒 被送到医院 七岁那年 她送我去补习班学钢琴 我不过是陪小伙伴玩了一会儿 被她发现了 杨母就把我抓回家 不顾我的哭闹和惨叫 把我锁在漆黑的柜子里 让我好好反省 这样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以前我以为她是为了我好 所以为了达成她的目标 把命都愿意豁出去 可现在我没那么傻了 我故意问杨母和顾世琴 你们去哪儿啊 不在家里吃早餐吗 杨母一脸疼惜的望着故事请说 市中心新开了家美容馆 实情这几天看书 累得皮肤都干了 手也因为写作业 都快起剪子了 女孩子不爱惜怎么行 我要带她去保养 我故意弱弱的试探问 我也想去 杨母当即白了我一眼 呃狠狠的说 你去干什么 习题做过完你哪儿也不许去 宝母把早餐端了上来 不料杨母却阻止说 早饭别吃了 挺浪费时间的 让她做习题 说完 她还意味深长的看了我一眼 提醒说 南希 你可别怪我心狠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 你可千万别走你妈的后尘 可 她还有脸提起我妈 沐云是沐家的私生女 而我的亲生母亲 才是真正的沐家千金 也就是说 沐云其实是我的姨妈 当年 沐云还没被带回沐家的时候 从小在乡下长大 脾里脾气的 像个小太妹 我妈妈长得漂亮 气质出尘 性格还温柔 典型的白富美 是众人争相追捧的女神 我妈还特有艺术细胞 年纪轻轻就联名国外的大佬办画展 是画坛染生起的一颗星星 然而自从沐云出现以后 一切都变了 现在 我杨母沐云 才是大家敬仰尊敬的大画家 而我妈 在跟沐云的竞争中惨败 从此变得疯疯癫癫 现在精神病院住着 杨母跟故事情离开以后 我就偷偷地溜出家门 去精神病院探望我妈 花园里 我妈瘦弱得不成样子 眼窝深陷 还穿着明显大衣马的病号服 嘴里面念叨刀的 可她的面前却摆着一个画架 即便已经封成这个样子 她依旧每天不停地作画 可笑的是 我的生母在精神病院 被折磨18年 我才知道真相 更甚至 上一世 我被养母的说辞洗脑 以为我妈就是个恶毒的坏女人 对她不闻不问 任凭她在精神病院被人欺负凌辱 我都没来看她一眼 前世的沐云 大概对此曾在暗地里脱脱得意 笑过很多次吧 我忍着心中的刺痛 走向我妈 妈 我来看你了 妈妈抬头看了我一眼 没认出来 依旧转过头神情呆滞的画画 旁边却传来议论的声音 几个人对着我们指指点点 就是她 沐家的那个坏女人 沐云女士多善良了 就这样还肯把她收留在精神病院治疗 还有她的女儿 人家沐云女士也收养在身边 当成亲生女儿照顾着 这女人能遇到沐云女士 这么善良的妹妹 真是稍高响了 就这她女儿还不学好 我听说 那女孩成绩可差了 整天浪费顾家的钱 真是上两笔正下两歪 交都交不好的 听到这些嘈杂的声音 我心中更加冷笑 是啊 在世人眼中 我的养母沐云才是个大圣人 可谁又能知道 她养着我们母女的目的 就是想消耗我们母女的命 给她们当底肥呢 最后我跟我妈被折磨到生不如死 她们母女却吸食着我们努力的成果 活得花枝招展的 凭什么 妈妈呆呆地盯着眼前的画布 还难难地念我不会输的 要更努力着 我心疼地牵住她的手 妈妈终于回神了 呆滞地看向我 我忍着心中的悲痛 轻声对她说一 妈 别话了 您休息一下 您现在所有的努力 成果都会变成那个女人的 我把妈妈抱在怀里 轻轻地拍着她的后背说 我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你了 以前那个女人 从您手中夺走的东西 我全都给您夺回来 妈妈头发花白 被折磨到不成人形 但依旧还能看出当年的优雅 她愣愣地看向我 含糊不清地问 你是谁 我心中刺痛 憋着眼泪哽咽说 妈 我是肖念啊 当年我妈跟顾爸 才是未婚夫妻 但沐云的出现 让顾爸觉得 她是个单纯不做作的好姑娘 而我妈则成了 令她觉得乏味无趣的蚊子醒 顾爸跟我妈退婚 迎娶沐云 俩人明明是出轨 血洗白成真爱 而我妈这个原配 则成了他们真爱 play中的恶毒女配 后来 我妈跟爸爸认识 两人情投一合 但又扎了沐云的眼 她害得我妈变成精神病 又害得我爸破产坐牢 死在监狱中 而我 作为天生的坏种 出生在精神病院的病房内 肖念这个名字 是妈妈精神 还算正常使为我取得的名字 代表着妈妈对爸爸的思念 但沐云很快发现了我的存在 而那时 她也生下了一个女儿 顾世勤刚出生 就患有严重的心脏病 差点在产房没命 沐云明明是为了自己的女儿 才把我从妈妈身边夺走 但对外 她又成了不计前嫌 养着仇人女儿的大善人 还各种破 让我为她们母女卖命 听到我的名字 妈妈的眼光闪了一下 喃喃地说 笑念 她伸出手 抚摸在我的脸颊上 苍老虚弱的面容 充满了对我的温柔和思念 但下一刻 精神病院的院长和医生出现了 院长一脸为难 顾小姐 您不该来看这位患者的 如果被怒女士知道 会不高兴的 我冷淡淡地反问 这是我的母亲 我来看她有什么不对 我转向院长冷笑着问 你们的怒女士如此善良 该不会想阻止我们母女相认吧 院长默了一下 偷偷地看了我妈一眼 又解释说 那也不能让这位患者停止作画 这也是怒女士的吩咐 患者多动脑 多画画 才能分散她的注意力 对她的病情有好处 可我却知道养母这样做的原因 她根本不是为了我妈好 而是想偷走我妈的天赋和成果罢了 18年前 她就这样对付我妈了 18年后 她又想让自己的女儿 以同样的手段对付我 我站了起来 悠悠的目光盯着院长和医生 翘唇一笑 不用了 我妈都已经这样了 我不想让她辛苦了 还有 麻烦你们给我妈收拾行李 今天下午 我要接我妈出院 在精神病院 我接到养母的电话 她跟顾世情已经从美容院出来了 发现我没在家学习 养母极其愤怒和扭曲 电话里传来她嘶吼的声音 高考马上就要开始了 你怎么不好好学习 还在外面乱跑 我给你找的喜题你做完了吗 网上预约的课程 你看完了吗 还有 她顿了顿 又近乎命令地说 我给你请了家教老师 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回家 挂断养母的电话后 我重新看向了妈妈 我伸出手 摸了摸妈妈的脸 最后沉痛且不舍地抱了她一下 妈妈 您再等我一下 我很快就接您回家 我回到家里 发现家里正在办酒宴 为了庆祝故事情的回归 养母可是下了血本 请了不少亲戚朋友来做客 别墅的客厅内 很多人都在追捧公围养母 莫女士年纪轻轻 化工老练 抬上一分钟 抬下十年功 这是莫女士多年履历的成果 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个福气 能看到莫女士当场作画 面对宾客的宫围 养母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 还真让人拿来画布 准备作画 然而 大家都沉默了 紧接着看到她作画的样子 焦头接耳 小声嘀咕 气氛有些尴尬 墓云的手在发抖 作画时的线条都不对 尽管她凭借多年作画的习惯 最终完成了画作 但最后收笔的时候 居然犯下了一个连初学生都不会犯的错误 在画布上污了一脚 大家因此议论纷纷 还有人为养母开脱 肯定是莫女士刚才喝了酒 今天也辛苦了 不在状态 所以才 甚至有人翻着白眼为养母挽尊 你们懂什么 这叫行为艺术 是莫女士造诣的表现 面对众人的恭维 养母沉默了 若有所思的看着自己的手 这时 我走了进去 打断了她们的议论声 养母看到我 终于回过神来 还领了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向我介绍 这位齐先生是著名的高校老师 专攻高考习题 从今天开始 由他辅导你的功课 周围的人又开始叽叽喳喳的议论起来 你看你养母对你多好 你妈那么坏母女士都不计前嫌 让你代替石琴 在顾家享了18年的福 现在还专门请老师给你补课 你要是还不好好学 对得琴母女士对你的栽培和期望吗 见她们又开始道的绑架我 我勾了勾唇 看向养母说 妈 别费心了 我不想学了 养母和顾时琴都愣了一下 养母急得上前抓住我的胳膊 大声质问 你这是什么话 怎么不想学了呢 我轻飘飘的说 反正我成绩差 高考最后一个月 再怎么学也没用了 顾时琴也急了 装作为我着想好姐姐的模样说 妹妹 别说一个月 就是只剩一天 你也得学啊 千万不能放弃自己 就是因为你成绩差 所以才更要加倍努力 众人又开始对我指指点点 各种义愤天音有人说我不笑 对不起养母的培养 有人说我是养不熟的白眼狼 果然跟我妈是个德行 我静静地听着 在心中泛起冷笑 上辈子我就是被这样的言文绑架 所以才葬送了自己的一辈子 这一事 我会听他们的吗 总有一天我会让他们看清楚养母的真面目 我转眼看向养母 做出一副委屈白莲花的表情说 妈妈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的苦心 你把我养这么大 为我花了这么多钱 还供着我妈住在精神病院 可我不想再拖累你了 所以 我抬着下汗 宣告说 我会搬出去住 也会把我妈从精神病院接出来 对付白莲花最好的办法就是借力打练 既然养母想经营自己大善人的人设 我何不顺水推舟 达成我的目的呢 得知我想搬出去 还要把妈妈也接出精神病院 养母害怕了 她一改从前善良好母亲的模样 对着我破防大骂 你这是什么意思 高考还没开始 就要自暴自弃了 你这样做 对得起我对你的培养吗 对得起你自己吗 她甚至还当着我的面 一连打出去好几个电话 最后 她看向我 用命令的语气说 你不想要家教也行 我又给你报了几个班 从今天开始 除了在学校上课 你所有的时间 都要在补习班学习 一分钟也不能浪费 我心中冷笑 却故意泛着红红的眼圈 吸着鼻子说 妈妈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但我真的无法达成你的期望 我看向别墅中的人 露出坚强又委屈的笑容说 反正大家都知道 我不是你的亲生女儿 还觉得因为我的关系 让姐姐流落在外受苦 没关系 我走 让你们母女一家团聚 你也不用再为我这个外人费心 我当着养母和冰克的面 拖着行李离开了顾家 我还顺道打车到精神病院 想把妈妈也接出来 但我没想到 养母跟顾事情会破放到 直接追到精神病院阻止我 养母脸色铁青 堵在病房的门口 叽叽歪歪地叫嚣着 你这个不孝女 自己自暴自弃也救了 现在还想给你妈放弃治疗 我怎么就养了你这么个没良心的女儿 她神色慌张 且心虚地上前想拽我妈 但被我挡住了 我把妈妈护在身后 轻飘飘地说 你以前经常说 我妈是坏人 对不起你 让我妈得到报应 这不是一件好事吗 为什么你看起来 比我这个女儿还要关心妈妈 顾事情轻蔑地笑了 扭着屁股走出来说 那是因为我妈妈比较善良了 想尽办法地阻止我妈恢复神志 为了保持自己的光鲜亮丽 让我妈即便疯了 也不得安生这对谜语 可真是善良 我淡淡地说 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 但不用了 以后我会照顾妈妈 我想带着妈妈走 但养母和顾事情 却恼羞成怒了 她们甚至还气体败坏地 向我威胁说 现在跟我们回家 把这女人留在这里养病 不然 咱们就断绝关系 我直接猛逼了 心想着天上掉线饼 还能有这种好事 我转过头 对着她们露出轻轻的笑容 那就如你们所愿断绝关系吧 我跟养母签下段亲书 在洛桓写上自己名字的那一刻 我的心都激动到颤抖 上辈子 被这对吸血鬼母女 盗得绑架 我到死都不得自由 现在 我终于可以做回自己 不用再被这对母女裹挟着 当只会埋头努力的行尸走肉了 养母见我真签了名字 那张图着农妆的脸 开始变得扭曲 最后 她居然翘着腿 高傲地坐在沙发上 你住在我家这么久 吃穿用度都是我的 还有你那个妈 住院治病不要花钱吗 现在说走就走 是不是该把亏欠我的 先还回来 我疑惑地嗡了一声 然后说 你再等等 我找个人过来 我把外公生前的律师叫过来了 律师证明 外公死前留下一大笔遗产 其中有一半是沐云的 另一半是我妈妈的 但因为那时 我妈已经精神错乱了 所以都被沐云独吞了 律师恭恭敬敬地说 按照法律规定 沐雪女士也可以继承财产 现在她的女儿已经长大了 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有资格提起诉讼 要求沐女士返还侵占的遗产 听到律师的话 养母和故事情都傻掉了 养母开始哭哭啼啼 我把你养这么大 你居然要起诉我 一点情面都不留 我疑惑地恩了一声说 你把我养这么大 不也不顾母女之情向我要钱吗 我拎起妈妈的行李箱淡淡地说 关于后续财产的分配问题 律师会跟你谈的没别的事 我先走了 在律师的帮助下 我从养母手中 抠出了多年前 她侵占我母亲的财产 我跟妈妈搬回外公生前 留下来的别墅中 就这养母和故事情 还不肯放股我 竟然派了几个保姆来看着我 故事情还挑着下汗 向保姆吩咐说 我妈说了 即便搬出顾家 也不能放松 对她的学习要求 从今天开始 你们就留在这里 开着顾南希学习 她敢偷懒 你们就打电话回去 最后 她让人搭来好几箱子练习题 对我说 妈妈让你在高考之前 把这些练习题写完 不然有你好看 故事情走后 我目光冷冷地打亮着那些保姆 我突然对着他们一笑 沐云跟故事情给你们多少钱 我给你们双倍 于是从那天开始 沐云派来专门监视 督促我的保姆 变成了我的传话筒 他们告诉沐云 我现在学习可努力了 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没有 沐云听到这个消息 高兴得合不拢嘴 她还让人给我捎带了 很多历年高考的试卷 让我参照着出题思路 好好琢磨 就这样 我跟故事情高考前的 最后一次模拟考开始了 考试那天 我还在学校里 碰见杨母和故事情 哪怕仅仅只是个模拟考 杨母都紧张到不行 亲自开车送顾世情来学校 她为顾世情准备了很多东西 铺着软垫的椅子 可以调整高度和角度的书桌 甚至怕顾世情会热 影响到考试成绩 还提前为顾世情所在的考场 捐赠了一台空调 呵 还真是应了那句话 差声文句多 回想起杨母以前对我的态度 她是怎么有脸对外说 把我也当成亲生女儿的 她从未送我来过学校 我上体育课 都热重鼠了 她也不肯来看我一眼 顾世情一眼看到我 扭着屁股走过来 茶里茶气的说 妹妹 你以前的那些任性妄为 我跟妈妈大人不计小人过 不会放在心上的 只要你这次好好考 我跟妈妈会原谅你的 我翘起唇 冷淡淡的嗡了一声 谢谢 但不用 杨母则一脸审视的望着我问 我送你的那些习题 都做完了吧 我点点头说 做完了 为了应对杨母的突击检查 怕她来找我麻烦我还花了钱 让保姆对的答案抄完了 绝对保证 不会让顾世情吃到一点红利 杨母满意的笑了 拍着顾世情的肩膀说 那没问题了 宝贝女儿 好好考试 她像个骄傲的花孔雀似的 在众多陪孩子参加考试的家长面前 调高的声音说 你看你 成绩这么不稳定 不是第一 就是第二 什么时候能稳一点啊 杨母的话 顾世情明显听进去了 因为这次考试 她这个品学兼优的女神 遭遇了学霸生涯中最大的滑体物 她在考场内级的拽儿挠塞 都快哭了 最后只考了400多分 成绩下滑几百名 而我 计算着试卷的分数 把自己的成绩压在了中下等 虽然不高 但相较以前 看着是进步了不少 但杨母却破防了 公布成绩那天 她抓着我的科博 在学校里气敌败坏的大骂 从家里搬出去以后 你到底有没有好好学习 我给你的那些席皮 你真的全都做了吗 我点了点头 面不改色的回答 全都做完了 杨母一着急 甚至差点说漏了嘴 那为什么实情还能考成这样 我故意装作听不懂 反击说 我学不学习努不努力 跟姐姐有什么关系 我做题是为姐姐做的吗 你要不再看看 这次考试成绩 我进步了多少 对着杨母猛逼的表情 我又故意阴阳怪气的说 学习退步的人只有姐姐哦 姐姐说 那些习题她都做完了 是不是骗我们的呀 肯定是妈妈平时紧抓我的学习 忽略了姐姐 才让姐姐退步的 所以以后 妈妈不用管我 管好自己的亲生女儿就行了 杨母和故事情哑口无言 只能把怨气吞回到肚子里 当天晚上 他们开车来别墅找我 还口口声声的叫嚣着 要把我接回家 杨母还说的义正言辞的说 自从你离开以后 实情就心神不明 你也知道姐姐跟你感情好 你突然从家里离开 她肯定不能适应 所以才在模拟考中发挥市场的 所以你还是跟我们回家吧 杨母跟故事情的目的很简单 我在外面 他们不放心 必须要让我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当血包 给他们进行爱的供养 可惜呀 算盘打得挺响 就是没用啊 就在杨母招呼着保姆 多收拾东西的时候 我妈下来了 从精神病院把我妈接出来以后 我给妈妈找了专业的医生 在医生的建议下 使用科学和正规的药物 让妈妈在别墅中好好休养身心 一段时间后 妈妈的情况已经好了很多 至少她很少在发病 神志清醒了许多 脸色也好了不少 她在楼上听到动静走下来 认出杨母 冷淡淡的问 你来干什么 看到我妈现在的样子 杨母不可置信的瞪大了眼睛 她的面容扭曲 充斥着愤怒和不甘 以及心虚和恐惧 最终 杨母抖着嗓子问 你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我妈掀起唇角 冷淡淡的一笑 反问 我的病情康复了 不好吗 杨母这才陡然回过神来 慌促的遮掩 怎么会呢 姐姐 你能恢复我当然为你开心 对了 你最近还有在画画吗 既然身体已经好了 那画画就更加不能丢了吧 可笑的是 直到现在 她还做着谢谢我母亲的美梦 可惜啊 我早就趁着妈妈神志清醒的时候 切穿了杨母和故事情的阴谋 我妈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 没日没夜的画画 把自己变成供养她们的肥料了 我妈高贵冷艳 像一只优雅的白天鹅 她淡淡地说 不用了 她悠悠地对视着杨母的眼睛 翘唇讽刺说 我知道自己不是那块料 而你才是真正的天才 逗了一辈子 我现在累了 不想再逗了 我愿意把名字让给你 杨母更加慌了 甚至抖着声音怂恿 姐 这怎么可以呢 但我妈再次打断她的话问 你还有别的事吗 杨母心虚地看向我 试探地说 我想把南希接回去 在高考前好好照顾她 我妈又扯出那副高贵冷艳的笑容 疏远地说 不用了 念念是我女儿 要留在我身边 她站在楼梯上 居高临下地审视着杨母 像是在看一坨垃圾一样 当年你把念念从我身边抢走 我没能力保护她 现在 你敢乱来一步 我让你死 反正我是精神病 就算把你杀了 也不用偿命 不信你可以试试 只能说 不愧是我妈 立刻就把杨母给唬住了 最后 我笑泥泥地看向被吓住的杨母说 姨妈 谢谢你的好意 不过你也看到了 我妈在我的照顾下 已经恢复了很多 所以 我想继续留下来照顾我妈 至于姐姐 我勾了勾唇 嘲讽说 你让她好好学习 千万不要太挂念我 最后 杨母带着故事情 跌跌撞撞地离开了 她被吓得不轻 不知是在担心自己 还是在担心自己的女儿 可我对她的抱负 才刚刚开始而已 晚上 杨母带着故事情 参加了电视台的节目画面中 杨母穿着精致华丽的旗袍 俨然一个出身高贵的豪门贵妇 故事情则穿着雪白色的蛋糕裙 踩着高跟鞋 化着妆 为了营造自己学霸的人设 还特意戴了个眼镜 俩人在媒体的镜头面前 大谈育儿精 甚至还把我当成反例 拎出来反复鞭打 我知道杨母都给故事情安排好了 联合各家媒体 打造故事情是白富美学霸的人设 然后帮她在圈子内活动 很快 她女儿就能不费摧毁之力 变成同龄人中的成功人士 节目组为了给故事情高光 还特意安排了很多 表现她博学多彩的小游戏 然后 故事情就翻车了 先是数学体解不出来 然后物理常识出现错误 就这杨母和节目组 还急忙打掩护为她晚尊 说故事情第一次参加节目 有些紧张 可惜下一刻 故事情读古诗 还出现了错别字 因为节目是直播 所以在网上掀起了惊涛骇浪 不少网友纷纷质疑 说故事情的学霸人设施作秀 本人压根没什么本事 还有人顺着故事情的线索往下挖 发现他居然对我们学校保送清华 就这样 质疑的声音越来越大 哪怕杨母吉的到处打补丁 也包不住这把火了 网友纷纷向学校施压 要学校给个说法 为什么故事情这样的水平 能被保送名牌大学 就在这时 我找上了跟故事情竞争 保送名额的学霸徐孟瑶 也没养母那么有人脉 更为故事情懂得营销自己 所以 在大家看来 保送名额无庸置疑肯定是故事情 但现在就不一样了 我问徐孟瑶 你真的担心把保送名额让给故事情吗 徐孟瑶冷笑 不甘心又能怎么样 故事情家里有钱有势 我拿什么拼 我把网上质疑故事情的截图发给他 又说 上次考试的结果 你也看到了 故事情压根没什么本事 现在又被挂在网上质疑 你想竞争保送名额 现在是你唯一的机会 我让徐孟瑶找他父母向学校施压 要求跟故事情公平竞争保送名额 面对网友和家长的质疑 学校最终公布了解决方案 再次举办一次考试 以这次的成绩为准 确定保送的人选 见自己营销翻车了 故事情的保送名额也快保不住了 养母下得赶紧给保母打电话 问我到底有没有再好好学习 自家闺女都这样了 还不忘关心我这个养女若是被外人看到了 肯定会感动落泪 保母站在客厅中接听电话 我跟妈妈就坐在她的对面 让保母顿感压力山大 在我们目光的威胁下 保母故作乐呵呵的说 夫人放心 二小姐最近学习可认真了 现在还在书房里做习题呢 你要是不信的话 我这就把她叫来跟您通电话 养母不痛快的说 不用了 让她好好学习吧 实在不行 就多拿几套试题给她做 实情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最近成绩老是退步 为什么会退步呢 因为故事情的成绩原本就不是她的呀 靠吸血我的努力 给自己堆积起来的人设 一旦翻车 必然轰然倒塌呀 但这样还不够 像养母和故事情这样的人 就应该放在网友的镜头下审判 这样他们才会害怕 才会把他们虚荣的美梦击碎 让他们沦为众人眼中的小丑 让他们觉得痛 所以我必须让他们 吸引更多目光和关注度才行 于是 我在网上匿名爆料 故事情上次参加模拟考的成绩 只有400多分 我们全校同学都知道 像她这样的成绩 怎么能被保送 吓得养母和故事情赶紧出来辩解 称故事情上次模拟考的时候 身体不舒服 我还有后招 我又贴出了故事情在国外的照片 再度质疑 故事情在国外的时候 不是在医院治病 就是到处旅游散心 她花在吃喝玩乐的时间都比学习多 怎么变成学霸的 故事情气得跳脚 还专门买了水军在我爆料底下刷屏 说故事情天赋一饼 是个智商超高的天才 哪怕每天只学习一点点 也比我们普通大众学习一年效率要高 为了让大家相信自己就是学霸 故事情还装无所样的拍照发视频 摆出一副正在看书的姿态 然后 更可笑的事情出现了 故事情正在看的 居然是不在考试范围的选修内容 这下 网友质疑和奚落她的声音更大了 双方吵得不可开交 质疑故事情的觉得有内幕 维护故事情的觉得是网友在酸 最终 大家都达成了一个共识 等着看故事情这次考试的成绩 看到最后是谁被打脸 见大家都把目光放在故事情的身上 我终于满意的笑了 故事情不是喜欢高调吗 我就故意把她挂在架子上考 现在 那对恶心的母女 肯定都快被挤死了吧 养母和故事情连夜来找我想督促我学习 但被我妈赶走了 我妈装作精神病发作的样子 直接拿着把刀拎着椅子 坐在别墅的门口 养母和故事情连车都没赶下 赶紧灰溜溜的掉头跑了 这次考试成绩公布出来 故事情的成绩更差了 直接调到我们学校500年开外 就这养母还在给故事情晚尊解释 说自己女儿最近遭受网报 每天连觉都睡不好 对这次考试压力非常大 所以才会发挥时长的 这根本不是故事情的真实水平 于是 我又在网上匿名带节奏 同样是考试你女儿有压力 谁没有啊 为什么人家都没发挥时长 就你女儿失长了呢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种 心态不好的话 建议回去好好治疗 毕竟在高考里 可不会因为你心态不好发挥时长 就能再给你一次机会呢 学校把故事情的保送名额取消 给了徐梦瑶 就这故事情还不肯罢休 又跟养母在网上卖惨酷所网报塔 面对媒体的尽头 故事情吸着鼻子哽咽 我一个小姑娘 她非要在网上死咬着我有意思吗 一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小号 肯定别有用心 我就是因为她才受到影响的 看她装得可怜兮兮的 我笑了 不如学校把故事情的考试试卷 问不出来看看呢 为了显示考试的公平性 学校只能把徐梦瑶 跟故事情的考试试卷都放了出来 然后 故事情又经历了互联网上的第二次射死 她的试卷乱图乱改 作文错别字连篇不说 在国外生活多年的她 居然连英文都能翻车 这下 网友对她的嘲笑更加厉害了 养母和故事情没办法了 眼见着高考时间临近 他们居然在学校里堵住了我 养母抬手就想打我 还骂骂咧咧的 肯定是你没好好学习 我就知道 你从家里搬出去以后 肯定偷懒了 不然我们实情不会变成这个样子的 我故作疑惑 拿出我的考试成绩单 嘿嘿 不好意思 我跟上一次考试相比又进步了 我故作疑惑的说 是个人都能看出来我在学习啊 真正偷懒的人明明是姐姐 养母和故事情被堵的一句话都不敢说 我大摇大摆的走出学校 辛苦绸缪这么久 终于有点收获了 不过还不够 相比养母和故事情 加注在我跟妈妈身上的痛苦 这才哪跟哪啊 徐梦瑶约见我 还当面向我表示感谢她说 谢谢你给我出主意 不然我这次肯定要放弃了 白白把保送名额让给故事情 我说 其实就算不保送 你也能考上的 徐梦瑶却不屑地撇嘴 明显对故事情有些意见 单纯不想把机会让给那种水货罢了 说完 她审慎地打量着我说 其实我总有种感觉 你的成绩 应该不在我之下 可我想不明白 你以前为什么每次都要故意考察 还有 她顿了顿 又说 我听说你跟顾佳那对奴女的感情挺好的 为什么愿意帮我 我对着她笑了笑说 这个 我自有原因 你就当我也看不上她那种水货吧 徐梦瑶交给我一样东西 算是我帮她争取保送名额的谢礼 那是一支录音笔 里面清楚地记录着养母发疯的内幕 是电视台的工作人员 而养母又喜欢借助媒体炒作自己 所以经常需要跟电视台的人打交道 自从我妈得了听神病以后 状态就时常不稳定 这也就导致 养母这个所谓绘画大师的功底不稳定 她在电视台发了好几次车 但每次都威胁对方剪辑掉 明明是她自己的原因 她却仗着身份和资历 在后台对着工作人员发疯破防 所以 可以预想的是 如果这些东西被发不出去 沐云的风评舆会变成什么样 听到录音笔中 养母尖叫发疯的声音 我唇角勾起一次笑意 我收下了那支录音笔 淡淡地说 谢谢 我知道该怎么用了 跟徐梦瑶分别后 我就接到养母的电话 她气急败坏地嘶吼 让我滚回家一趟 当我回到顾家的时候 养母和顾世晴正在家里发脾气 顾世晴哭得梨花带雨的 鼻头都红了 把客厅的花瓶瓷器砸得稀巴烂 还接着嗓子叫嚷着 现在该怎么办 我的人生都因为那个贱人毁了 我以后还怎么出去见人 我直接外部走了进去 大摇大摆地坐在沙发养母 阴狠的目光盯着我 声音都气到颤抖你 你还敢回来 我觉得奇怪 反问 我为什么不敢回来 不是让我回来的吗 养母将一叠资料丢在我的面前 猙獰地问 石晴被取消保送资格的事 是不是你做的 我不知道养母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不过到了这种时候 让他们发现也无妨 我偷偷地按下了录音笔 开始装疯向养母质问 是我又怎么了 顾石晴叽叽歪歪地叫喊着 你这个白眼狼 我跟妈妈对你这么好 往你身上投资这么多 你是怎么对我们的 你不仅不报答我们家的恩情 现在还被词报复 我笑了 你们对我好 对我好的意思 就是逼着我不停地学东西 唯顾石晴突露吗 养母和顾石晴均愣了一下 我继续说第一 当年是沐云把我从医院里抱出来的 她仗着自己有钱有势 欺负我妈是个精神病 强行分离我们母女 不过是为了让我给你做提身 当给你铺路的冤大头而已 第二 我在你们家里感受过一丝爱吗 你们只会不停地逼我学东西 对我又打又骂 有把我当成一次家人吗 你们连正常人的休息都不肯给我 生产队的驴都不会这么累呢 事到如今 养母还耿叶着想当好人 我这么做 不都是为了你好 我喝了一声 讥讽地回应 如果真是为了我好 就不会破防成这个样子了 我向养母走进几步 用指我们能听到的声音 滴滴地说 你以为我不知道 在回到沐家之前 你只是个不学无术的小太妹 为什么能一跃变成著名画家 想当初 你从我母亲身上 偷走学识和天赋 现在还想让你女儿这样对付我 我咬着牙狠狠地说 别做梦了 你们母女俩的好日子到头了 养母愣住了 她大概永远也想不到 我会发现她们的阴谋 最后 她终于一改往日温柔慈祥的嘴脸 对着我露出一个很蛮横的表情 对 就是我做的 你能拿我怎么样 你跟你那个妈 就只配当我跟实行的电脚时 所有人都以为我把你抱回家 在精神病院养着你妈 是不计前嫌 其实不是呢 我就是想让你们母女俩 拼了命地为我跟实行突露 我就是喜欢看着你被折磨到生不如死 你妈在精神病院疯疯癫癫 被所有人嘲讽碾压的时候 而我 却被人捧在神台上称赞羡慕了 对此 我只能说 会说你就多说点 我向养母勾了勾唇问 你的话说完了吗 我能走了吗 养母却不肯 还让家里的保镖拦住去路 我皱了皱眉 问 你想干什么 养母露出猙獰疯狂的表情 指着我的鼻子大骂 你毁了我女儿 我也要毁了你 别指望还能有谁来救你 就算你永远消失了 只要我随便对外说几句 大家都会相信你是出了意外 谁会在意你的死活 对视着养母疯癫的眼神 我确信 她已经完全没有后招了 我悠悠地冷笑说 你说没人在意我的死活 可我妈会在意呀 因为我长时间没有回家 我妈直接带着警察来顾驾找我 这也是我来见养母 和故事情之前的安排开玩笑 从牧云上被子拔掉我的氧气管 我就知道她想杀我 我又不是傻子 怎么会好不准备地来见她 可笑的是牧云自己 以为能杀人灭口 一股脑地把心理话全倒出来了 我报警说牧云和故事情想杀我 母女俩居然还想当着警察的面 演戏装柔弱 牧云哭哭啼啼地说 警察同志 这都是误会 这丫头是我的养女 整天不学好 我把她叫回家教训几句 没想到她居然报警抓我 连这种谎话都编得出来 幸好我早有准备 直接拿出录音笔 让牧云闭嘴 最终 牧云跟故事情被抓了警察 在调查牧云背景的时候 还发现了一个线索 当年我爸是被牧云陷害入狱的 他见不得我爸妈夫妻恩爱 甚至连我爸入狱都不肯给他活路 最终 那母女俩被判刑 掀起舆论哗然惊变 而我 也趁机放出徐梦瑶交给我的录音 以及牧云在别墅的坦白 更是把舆论推至高点 全网的人都在辱骂牧云和顾实情恶毒 不过他们并不知道 牧云和顾实情抢气韵的事 他们以为 顾实情的成绩 都是我帮他作弊的 而牧云的话 都是出自我妈之手 无所谓 反正也没差 顾实情死了 他的脸皮和心态 很明显不如他那个嘛 在面对全网铺天盖地的辱骂和揭穿以后 他接受不了 曾经被人追捧的白富美女神 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就自杀了 顾实情的死 深深地打击到牧云 牧云脑溢血中风瘫痪 坐在轮椅上 疯疯癫癫地流着口水 连话都说不利索 而我 在高考中以优异的成绩 考入了徐梦瑶所在的学校 去学校报到之前 我参加了妈妈的画展 妈 你的画真好看 即便被牧云偷走天赋 她也画得没你好看 我妈轻轻一笑 叹息着摸了摸我的脑袋说 上天不会亏待任何一个 懂得努力的孩子 你的学识 能力 学到了就是你的 这些东西会伴随你一生 但是也要好好珍惜 即便上了大学 也要认真学习 能偷走你天赋的人 只有你自己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和希望 不管任何时候 靠自己努力才是最牢靠的 牧云和故事情的教训 将鞭策激励我一生 全文完